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爸 我們住在別墅已經兩年多了耶 沒錯 我們房租簽了五年喔 現在已經過了一半了 之前有分享過 就是在住在別墅的優點跟缺點 可是那時候我們租不到一年 現在住了快兩年多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心得 真的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跟你們說我前幾天呢 有感受到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我不騙你喔 那一天呢 我本來要在三樓洗澡 悠悠跟我說 浴室有一隻非常大的蟑螂 我不敢洗 我說蟑螂是能有多大隻 你去把牠打死就好了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不騙你那個蟑螂這麼大 我說對喔 是啊 哪有這麼大隻的蟑螂 這麼大喔 這麼大 然後我就上去三樓 我不騙你那隻蟑螂 真的就這麼大 嚇死我了 而且我是我們家 唯一一個敢打蟑螂的人 你知道 永遠最後把我關在廁所 叫我把那隻蟑螂殺死才能出來 我真的是 其實我那天真的覺得蠻可怕 而且那一隻還會飛 很崩潰 現在說的是缺點 我們這次就從缺點開始說 對 蟑螂還是小case 我前幾天呢跟朋友聊天 聽說有人的別墅呢 在山上一點的地方 對 如果太久沒有人住 有猴子闖進去 有猴子闖進去 欸 我不騙 聽說住滿了猴子 他揪了他的親朋好友 通通都來啊姐 啊嗯 你知道 通通都來猴子直接包下 包下那個整個別墅 我剛才開車不是在天啊嗎 就是有一個猴子從路中間走過去 對 就是在越山上的越游 而且我還有聽過就是有人在家裡有出現蛇的 那我真的會崩潰 所以住在山上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 蚊蟲啊一些有的沒有的生物會比較多 對 可是偏偏這一點呢 我們家兩隻貓有夠愛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缺點 對貓來講是優點 我覺得像探考跟雞排啊坐在窗戶啊 可以坐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是看著蟲 我們每天晚上都說 欸 要不要他們打開電視 他們要看Discovery 因為就是要把陽台打開 把燈打開 然後蚊蟲就會靠近嘛 然後他們兩個就會蹲在那邊蹲一個晚上 就為了要看那個蟲在那邊飛來飛去 對我們來說它是缺點 可是對貓咪來說哇 它可是超大的優點 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大缺點 房子大啊 其實有時候找東西真的很難找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記憶力也不好 然後根本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 那有時候覺得 喔 應該是在一樓喔 開始找的時候發現一樓沒有的時候就 喔 那應該是在四樓喔 然後我就上去四樓再找 四樓也沒有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在B1喔 然後你就要這樣一層一層找 然後通常最後東西都會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就是在一樓 沒錯 而且這時候你已經 跑上去跑下來已經好幾次了 其實我都會跟大家說 就是我覺得我在家裡 幾乎每天都有在運動 因為我發現呢 跟大家一起爬樓梯的時候 我相對比較不喘 因為我天天都有在訓練 而且我們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你久久才用一次嘛 那你就變成你已經會收納在 最隱密的角落 可是呢當你真的要拿那個東西的時候 哇好辛苦喔 你要大費周章 從最上面再搬到一樓 對這就是房子大的缺點啊 而且打掃起來其實也比較累了 而且我跟你們說現在家裡有兩隻貓貓之後 我基本上也找不到他們兩個在哪裡 他們兩個只要一躲起來 我要找不知道要找多久 房子大其實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的工作啊 又跟網路有關係 我覺得網速啊真的很重要 其實中華電器營的HINET光絲帶啊 我們從舊家就在用了 那時候搬來新家也是馬上申請 1G600的 其實速度是很夠的 可是這麼大的空間 每一個角落都要網路真的很難 那像你常在三樓看Netflix 然後悠悠啊在二樓打電動 然後我也要直播 那我們又在一樓工作 每一個角落都要好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後來啊 我除了中華電信的光絲帶之外 我還申請了Wi-Fi全無通 是從用了之後網速超好 那像我們家呢 用HINET光絲帶已經很多年囉 它呢產能量網路飼料是No.1喔 沒錯 而且它上傳啊跟下載是等數的 都到1G耶 網速超快 而且品質很優良 上傳都沒有問題 對真的 像現在呢 人人都要上傳影片 完全不會延遲 就算你多人同時使用也不會Lag 很快很順 因為房子大啦 其實Wi-Fi機放在哪邊就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運裝的時候 中華電信是有專業的工程師來喔 然後有測試 每個地方的都有訊號 確認沒有私教 對 而且呢中華電信呢 它呢還有網路門市還有24小時的客服 如果你遇到問題 隨時都可以跟他們求主 我們家使用Wi-Fi全無通 它大概已經兩個多頁了 自從裝了以後 真的沒有死角 就你要上網啊 打遊戲啊 追劇 通通都不會Lag 再加上中華電信 HINET光絲帶啊 那網速真的超快 上傳一些高畫質的影片啊 其實很有效率 直播也完全不卡頓 小朋友呢也都會說 我們家是網路偏融合 因為像他們有時候要上一些線上課程 或者要查一些資料 也都是非常的順 沒錯 而且好的網路啊 真的是 不管是工作效率也會提升 而且生活的品質啊 也會跟著越來越好 還有一個住山上別墅比較大的缺點 我覺得是 買東西要計畫 就是我們現在回家前 都一定要先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要買 有沒有缺什麼 那還好的是我們家這邊 是至少還叫得到UberIn 不過當然相對店家就會非常非常的少 對 而且有時候效率沒那麼快啊 如果你是住在山下 其實有時候你其實家裡樓下也許了 這邊的商店 去買一下就好 可是這邊叫個UberEats 至少都是40分鐘左右 對 因為以前像我們都會跟小朋友說 啊你自己去樓下買一點東西吃啊 你現在就不行 家裡呢如果沒有食物 他們就必須要等UberEats 對 而且我們的工作是拍片啦 有時候拍片要準備的東西很多 常常有時候我就會露了兩樣三樣 其實都要再跑一趟 因為有些店家就是沒有配合Uber嘛 接著我們要講優點 就是這兩年來我覺得比較明顯的 第一點就是生活相對單純 我們現在真的超單純 我們基本上現在就像退休的狀態 我覺得單純有分我們跟小朋友 以我們來講別墅啊在進出的時候 比較不會需要打招呼什麼的 嗯 對就不用跟鄰居打招呼 因為像以前我們住在社區大樓的時候 就是連倒垃圾的時候就說 哦原來老爸你住這裡了 你就要開始聊天 那在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然後拉一拉遮的被大家見到 還是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啊 對 這一點其實在別墅就比較單純 那小朋友也是比較單純喔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也是慢慢進入青少年了 住在山上的關係啦 其實要出門會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變成他們其實自己心裡就會有底 你就會知道不能太晚回家 因為我爸跟我媽要來接我 那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他們自己就 你就不用跟他爭執說 哎 你的門禁是幾點喔 因為他自己知道 因為真的不方便 對 啊有時候要出門也不方便啊 就會比較懶得出門 所以他們的交友就會稍微比較單純 對 然後就會變成會問同學說 嗯 管你來我家好了 對 就都來我們家玩沒關係 對 所以就會變成第二個優點 如果大家有注意我們的頻道就知道 其實常常會有很多朋友來我們家玩 對 因為其實當然我們家空間相對大 所以小朋友其實跑啊 跳啊 叫啊 都比較沒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左右鄰居 也沒有上下鄰居 那這件事情呢就會變成是 大家聚會的時間就可以延長 你也沒有一定局限要在某一間餐廳 比如說兩個小時用餐一定要結束 現在大家就會比較常選擇來我們家 沒有規定小孩一定要怎麼樣 那我們家東西還算多 所以還可以滿足小孩 其實這樣也不錯 而且停車也方便啦 如果坐在市區有時候找停車位 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那坐在山上其實大部分路邊都可以停車 朋友來啊其實也相對簡單一點 對 那有的時候譬如說你在外面聚餐 你真的不小心酒喝多 剛才講話開始比較大聲 不想可能睡覺拍下來 就是那個誰誰誰 知名網紅你就會很麻煩 那最後呢是一個有感從金錢上的優點 有感受到實際上的感受 就是呢 因為其實像我們家現在是開電車嘛 那其實 老實說你如果是住一般市區的話 你相對社區大樓 不然要安裝充電樁就非常的困難 到現在其實我還是會常常聽到一些住在大樓的朋友 沒辦法裝充電樁啊什麼的 其實如果住在別墅 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你自己一個人OK就OK了 而且真的我們有實際感覺開的電車是真的有省到錢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們現在目前好幾個月的電費 一個月大概就是六千多塊 可是以前啊光有錢 一個月就要一萬塊了 對 大概一個禮拜你就要加一次油就要兩千塊 所以你是愛車的 或者是剛好開電車 我覺得住三張都很好 因為你可以洗車什麼 馬上出門就可以有自己的空間洗車 不會限制這麼多啦 因為像我們這邊的別墅社區 大概有九成都有裝充電樁 對 都是開電車 真的 就算他們有一台很不錯的油車 也會配一台電車 就是至少都一定有一台是電車 對啊 電車是好的交通工具啊 嗯 可是其實我還是會擔心啊 其實住三張就是一般 就離醫院比較遠啊 或者是我要幹嘛都不方便 我們年紀大了可能會比較有影響 對 就是也許你年紀大了之後 我們就會考慮要搬回市區 那離醫院比較近一點 而且那時候小孩子搞不好有自己的房子 我們也不需要這麼大的房子了 我覺得這也是要考慮的 嗯 非常謝謝中華電信的邀請 我們真的用了HIGH NET光石泰好幾年了 沒錯 現在中華電信呢 還有推出數在必行的3.0的加碼優惠方案喔 沒錯 雙向300M的每個月只要999 如果你多100塊就變成雙向500M的 另外還有雙向1G的可以選擇 現在申請還有超夯價值的好理二選一喔 選擇哈咪Video的電視館 你可以使用4K高畫質觀看即時的國際賽事喔 一起為台灣加油 沒錯 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會放在底下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